今天棚内这位来宾非常特别 因为他开启他的寻宝之路 居然是因为一场意外 他开始大量的收藏一些宝物 同时他想说一方面可能会增值 然后留给子孙 对不对 这也虽然是另外一种储蓄的方式 所以待会我们好好的来看一看 他的宝物也帮他鉴定一下 到底有没有增值呢 先来介绍我们的超强大鉴定团 大千点精品执行长 请司令小板 大家好 珠宝社经艺术总监廖文娘廖老师 大家好 还要欢迎黄春福黄大哥 黄大哥好 黄大哥你好 来来来我们前面在 我问一下 好 到底当初是一场什么样的意外 你是从事什么样的行业 发生了什么事 我是经营那个电鍍厂 就是不小心被那个机器 机器拐到 拐到这个角 这个来 来 我让大家看一下 不是 因为我说 为什么会一场意外 可能会 会不会那时候是 等于电鍍的机台是不是 伤到 就那个脱水机 脱水机因为 是说自己很厉害 想说手已经常常在用了 常常在用 没有去把它注意 像我自己撈腮 然后脖子把它垮下去 撕起来 然后回去 我说 就没有了 那个电锅都有水 我说 没有了 所以是在 刚刚是在 不是 哪个地方 就是这个 这个伤口的 这个 这只脚全部掉下去 这个只脚全部掉下去 我就把它剪起来 这样 腓子一直撞 后来才接回去 就是 我有撞 撞 他刚才这个 这个脚 没有掉下去的 汤子里面 这掉下去的 下降 所以还拿得到 再把它接回去 我都拿着下降 这脚夾那这脚 刚刚 起来的医院 用的什么 行为手术 把它接回来 把它接回来 来... 你先穿的 我看我穿了 你再拔倒了 不行... 来... 那王大哥 现在走路这些 都OK啦 走路都可以啦 当初花了多少时间 待会来 我们来后面聊 花了多少时间康复 差不多两年 花了两年的时间 那怎么这段时间 会开始收保物呢 就是 闲闲的 就工厂收起来 闲闲的 面试做 是 就是 全部一直看这个电视 看那个 就一直看... 一直... 没事就去买... 来... 我们往前 一件一件来讲 因为今天这些宝物 您收藏这样 多少年的时间 差不多 二十几年而已 二十几年的时间 收了这些 看起来好像都是一些老件 你喜欢古董是不是 我喜欢那个 古桃子 一件一件来看一看 今天的第一件 看起来像是一个香炉 香炉 这个黄大哥 吉人天香 然后 因祸得福 缴恢复了 对 然后又可以买一些宝贝回来 对 来我们往前赞一点 因祸得福 要是一般的人 没有你这种运气 对不对 你首先 你被搅拌机一搅到 那个小孩 被漏掉了 很多都漏掉了 对吧 以前就在那位 辖宝你知道吗 辖宝里面 是 还拿得到 回去 对 我才叫你 你又遇到好的医生 对不对 一溺气 他马上就坏死了 你又接着也没有 所以你是吉人天象 我都聚起 五电话聚起到十电话 才开始用 这个就是这样 实在是 吉人天象 贺德载福 对 接下来一定会有好事发生 据说买这个香炉 也是因为当初有看 大巡宝家的关系 对 怎么说 我不是 我先看到有人 我早就买了 你是早就买了 我早就买了 我放起来 我说看他说 一百万 你说大巡宝家 之前有人带 带一个这个来 他说一百万 我说一百万 我也有一的啊 你也有一的 不一定 我这个也有多厉害 结果我报名 报几十年 你都没来啊 好 谁谁谁 是不是漏了信了 你放心 你看我们还是联络到 找到了 就是有缘分 时间到了 就是找到了 因为我们的排队的名单 那么长 看路前还请我们吃巧克力 真的不好意思 来 我们接着 第一个物件 来 我们让邢老板看 好 这我先介绍一下 这是 均窑炉 对不对 均窑香炉 这个香炉 我们先讲这个形制 香炉是拿来熏香用的 那到后来变成拜神明用的 这个香炉的形制是这样来的 那我们来看 这个是均窑最有名的窑辫 就是在一千三百五十度的时候 氧化酮还原 所以被昂现 这个没有还原 也就是说 这个柴窑在烧的时候 这边比较靠近火 这边比较没有靠近火 所以这边没有还原 这边还原了 所以这个叫做均窑的窑辫 这是很漂亮的一个均窑 均窑的一个烧制的香炉 那我们再来看 均窑的另外一个特色 就是 又很厚 你看这个又很厚 很厚的 这像有成像冰淇淋流下来 这就正硬了 冰淇淋流下来 厚厚的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当初是要做的时候 这个柚 柚跟我们吃的麻油一样 你把它盖下去对吧 油... 拿起来 放下去 这样放下去 就 干了以后就入腰 它会慢慢下来 所以这边就好像 好像慢慢就会累积这个柚 因为它那个麻油很高 所以不会像水一样流下来 它会变这样 那有的时候这边要刮一个底 因为会有这样一滴一滴的 不好看 对 但是这个没有刮底 这是均窑的 第二个特色 第三个特色就是 均窑拿来做什么 我们要知道 要做这个东西 一定用出 你比如乳窑 乳窑是做什么呢 乳窑一般来讲 都是做这个茶具 或者是文具 所以它都洗一口 不可能很大一口 均窑是要做什么 做花器 花器是什么 净花的 对 插花的 所以均窑都比较大 不会这么小 这是均窑的重点 就是它的用处是做什么 所以均窑一般来讲 都是做花器 花盆 这些那个罐什么的 做这种 那这个到底会在断代 会断到什么年代 这个价格多少钱 我们可以来 好 那我先问一下 黄大哥你几年前买多少钱 我那个时候 买才一万块钱而已 一万块 多久以前的一万块 超过十几年有了 十几年前的一万元入手价 我们今天帮您评估一下 来 是不是真的 请见价格 不是 你不要说假 就叫高房 高房啊 不是假 你要想起来 以前的人对不对 一直传下来 比如说从五代开始 就有这个瓷器 那这个瓷器一直传下来 是不是后代仿前代 对不对 不可能突然伸出一个意念 就做这个出来 所以是仿 仿有两种 一种是假仿 就是 另外一个是高仿 就是仔细研究 古人怎么做 他也精益求精 像这个 在当初 送的时候要做菌窯 也烧不出这么漂亮 你若不像你去故宫 他那菌窯也没这么漂亮 这样喔 这就是现代 不断的研究说 菌窯要怎么烧 要怎么烧才有烧出 这个就翻用来 所以原来是高仿 高仿成本很高 所以我这样来评估 我觉得它这一万八千块 也就是这个成本价 为什么呢 它一楼 用雅塑楼在烧 一楼把它烧一百个 差不多十个可以看的 这个不是柴窯 不是柴窯 这个雅塑会烧的 为什么呢 你看它这个开片 都很细 这个开片很细 这个表示说在控制温度 控制得很好 以前没那么多 你想看柴窯很长对吧 它要把温度降低 它只能怎样 把门打开 慢慢的温度降低 不然现在的雅塑楼 冰起来就 水的温度就降低了 如果真正的送的这个菌窯 它的开片纹 比较明显 比较明显的原因就是因为 它没有办法控制 它就打开以后冷风一进去 就全部都就开片了 现在的瓦斯氧它慢慢劲 比较说一千三百多 一千多八百多 五百多 所以它的开片纹不会那么粗 扭扭扭 这就是现在科技 更厉害的地方 所以人见怪 林老师 这样八十百 八十百 好 我来看一下那个拍卖记录 2017年的时候 这一个军瑶 它这一支的一个拍卖记录 它只是一个碗 它拍了 那罗芙奥有一个香炉 起拍价是五十万港币 它差别非常的大 但是这个还没有成交的 没有成交价 但是它起拍价是五十万港币 另外有一个 一样是军瑶 但是呢 是第一名的价格 跟... 刚刚那个是不是四百九十万港币 天青色的 这个天青色的拍了多少钱呢 成交价 它是第一名的那个价格 目前 你看它没有紫色 它就天青色 但是都是军瑶 好 这个都是大概就是 北宋时期的 谢谢 太年代了 因为我昨天一百万 让我看他一句 想说哪会生成 我这次我看他看多久 一百万 我跟他说一百万 你看看 我说你已经去不... 等我先来鉴定 如果价格军瑶 不是一百万 价格军瑶 如果差不多是一百万米金了 这样啊 不可能是一百万代表 有什么的军瑶 真正在这个南宋燒出来的军瑶来讲 就 在世的军瑶 不会超过两百件 这个... 这个都是因为 火花的这个东西 稍微不注意就都拌它了 一万件超过五百年 就变成五千件 好 很快就不见了 好 再来下一件花瓶 来 我们往前站 大哥来买多久了 这个很有分量 这买多久了 这个也差不多七八年有 是 平身也有开片 这个就比较明显 这也是很明显 是 那时候买多少钱 那个差不多 这一支八千多块 在哪边找到的 在那个古董店才 古董店里头 老板有没有跟你说是什么 他是说那个元带的 元 元带 然后他卖你八千块 不是 它是很贵 都一直杀 一直杀 杀到八千块跟他买 才成交 你习惯去哪里淘宝 就是那个古董店 你都在古董店 你不会去逛那建国浴室 建国浴室 以前我也有去逛 也都有 这样 这个花瓶 这个叫做向尔瓶 这是梅芝 梅芝向尔瓶 这个瓶我们摆在这边 我们来看 请贵庚 太亮 太亮就太新 没那么久 那我再讲这个瓶子 这个瓶子是正宗五代 五代的时候的月瑶 月瑶的喔 月瑶 而且它这个颜色叫 这样喔 这个如果是真的 那不得了了 那故宫 故宫也没有 月瑶 密瑟 池 故宫没有 你这里有 不得了了 但是我就讲 先过新 先过新去 我们韩话叫贼光 我确实说这 这很漂亮 漂亮是很漂亮 但是你给它想 五代到现在 对不对 多少年过去 一千两百多年 对不对 这两百多年有这么厚 不可能吧 这不是菇 这开片 然后稍微再加一点颜色 所以这不是菇 这是月瑶 密瑟 密瑟词 这个这样你看 这个柚这样流下来 颜色有有晕开 没错 这个技术很难喔 看起来容易 技术很难 为什么呢 因为柚如果流到这边 它会变成这一条有颜色 不会这样运开 要运开的话 那这个又要有一个特别的配方 所以 就是要整条下去 不可以有这样运开 对 要运开很难 所以这就是在密瑟词里面 比较难做的一些东西 你看我们刺没必要 刺下去 如果流下来就一条 但是运开就是要有很多的水 对吧 但是这个又不是水 所以这个有点难 那我们来看沙底 这个是沙底 你看这个 其实在唐以前的所有的磁土 其实都不是高龄土 所以它的那个胎底 颜色会很重 重到什么程度 你要重到这么颜色 是喔 这个看起来就不是 不是这种 不是这种铁胎族的 所以这个应该是近代法的 这近代的而已 近代法的 为什么呢 你看这个沙底你就知道了 这个近代法的 不然这个很重的 就要很重的才对 对 要很重的 好 那我们今天的第二件 也来评估一下这个花瓶 请见证 见证 见证 在送的时候 这个是 不得了的东西 还有一种是 药变展 嗯 药变展的不对料啊 药变展在全世界 好像是三个半 我这 这 第四个的 请老板说 国宝 他十多岁国宝 我们都在挑战巴大神 等你来开房 想开房插花摸一把吗 我们都在挑战巴大神APP 等你喔 那我们今天的第二件 也来评估一下整个花瓶 请见证 两万五千元 好 现在被人家来赶了啦 真难啊 有 我想说元代 我是说老名代就好了 元代不可能 元代就是青花啦 来 廖老师 我们看到了这个绿色的柚 绿色的柚是不好烧的 红色的柚也不好烧 两个要放在一起更难烧 我们台湾有一个陶艺大师 在两年前走了 我都叫他姑爹 叫做陈佐导 陈佐导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飞官 飞官 然后呢 他在美国的时候 就去研究这个陶艺 结果做出了一翠未红 什么叫一翠未红呢 各位看喔 你能够烧出这样的颜色 就是红非常的艳红 是 然后绿非常的翠绿 这两个东西要摆在一起 非常的难 所以美国 因为他跟 他是飞官嘛 所以他跟NASA就很熟 他就拿了他的碎片 拿去给那个 NASA的那个 一个主任看 他说 这个不可能是这样烧出来的啦 一定是怎样 他说这个就是我烧的 一翠未红 所以碰到绿的东西 后来就很多的 近代的这些陶艺家 就是他的学生 开始运用他这种技巧 上了什么样的钮 磨了什么矿粉 它才能够产生这个绿色 所以绿色早期 我们看到的都只是 上面会有 可是呢 他的胶子时候的绿 不会像这么的鲜绿 不一样 好 好 谢谢 掌知识了 谢谢 今天接下来还有好几件 我们时间过得快一半 我要赶快帮您看 好 接下来这个 对喔 骨薄 骨薄 我就骨薄 他这两点点就冲下去 还比我更新鲜的 骨薄 骨薄喔 真的骨薄 上面很精彩 这来 秦老板说骨薄 他絕对是骨薄 这样 好不好 我跟你说 你只看这个碗 茶碗 这个叫建盏 建盏在宋的时候 南宋的时候 这个是不得了的东西 这个是只有贵族才有 这个拿来喝茶 那喝茶 我们现在的茶碗 大部分都是白色的 为什么它是黑的 这有一个纹果 什么纹果 在宋朝的时候的茶 跟我们现在的茶是两回事 我们现在是茶叶丢在湖里面泡 对不对 那那个唐朝的时候是 茶叶放在湖里煮 那到送的时候是茶叶磨成粉 就跟现在的那个日本抹茶一样 然后放在那个那个锅里面 把它磨成粉 然后调成粉状以后倒进来 然后用铁壶烧的水倒进去 然后开始打出墨来 你有看过那个拿铁吗 打出拿铁那个样子 打完以后不喝 比赛 比赛你的他的他的 比什么你知道吗 挂碗 什么叫挂碗 这样子 尾叮当 这厉害喔 挂碗 那个泡沫挂碗 这个叫比赛 比赛茶不是比赛茶不是比赛喝喔 不是这个什么很甜润 那不是啊 是比赛你打的这个茶 打得非常漂亮 纯手工 你到日本去看 他那个茶道就是这样 但是你想想看 他那个茶是白色的 当然需要黑色的碗 才看得清楚 对不对 所以剑斩一定造成黑色 这个叫黑幼文化 非常非常难得 你看喔 大家你看 公寓 公寓 是 公给 预防用的 预防就是哪里呢 就是皇宫 是 这是给皇室用 你在买的时候就看 看他翻过来看 内行 几年前买的是 你 你就是特製人 没钱 完全大寻宝家制作单位 都没钱 推下来都没钱 来来来 所以这是几年前买的 这个也是好多年了 好多年多少钱入手 那个一万多块钱而已 一万多块钱 很道地 很道地 剑斩 你要知道剑斩 如果说是剑斩有几种 一种是兔豪斩 就是一条一条一条 看不透的 兔豪斩 其中就是赤菇斩 赤菇斩是一片一片一片 还有一种是药变斩 药变斩的不得了 药变斩好像星空 那很漂亮 药变斩在全世界 好像三支拌 三支在日本 有拌支 我这一支第四支的 没有啦 你看 你看 它觉得有星光 你这个是兔豪斩 不是兔豪斩 你看有没有细细的纹路 好不好 药变斩是一粒一粒一粒 就像开花 那不同啦 对 不同啦 但是我看你这个也太亮 那也太亮了 不是 我问你 你有擦金油吗 没有 我昨天都拿出 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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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这么亮 这我擦多久了呢 太亮 会露出马脚喔 不是 我是感觉 也许这是新品种 就是这样啊 不是 就是人家没有发现过的品种 我每天一直清 本来没这么紧 本来是那个囤囤的 上婴而游了是不是 我每天都没有上游 我就直接用布这样一直擦 每天拿出来擦一下擦一次 照说送到现在也八百多年了 对不对 八百多年这个东西 会怎么喝也有稍微 这好像很长得很长的 我刚才是 很长得很长的 不 没关系 我们用放大镜 把它放下 那就是我们来看它的佑 到底是怎么回事 它是不是真正送的佑 另外我们这边顺便上一个小历史课 好不好 这个展叫建展 又称天墓展 天墓展就是天墓 这两个字就是 这个浙江有个天墓山 天墓山上面跟舞台山一样 有两百多间庙 寺庙 是天台宗的寺庙 在唐的时候 唐朝的时候 日本人到中国来 叫做浅唐使 到宋的时候 那个日本政府不准有浅唐使了 可以准许僧人和尚 和尚到中国来 所以那个叫做 就是到宋朝的僧人来求经的 那这些人一到了浙江 他们没有办法到天台山 太远了 所以他们就在天墓山 就是学法 学佛 所以你看现在日本很多的寺庙的 那个开宗的祖师 都是来中国天墓山留学过的 那他们在这个中国的寺庙里面 在宋的时候寺庙非常有钱 为什么呢 因为宋朝是中国有史以来 最有钱的一个朝代 那些和尚都要用豆茶 所以那个碗都烧得很漂亮 那有几个和尚 在要回家的时候就这样 撤回去喔 撤回去 撤回去 撤回去整支呢 二十二支 到了后来日本战国时候 有的不见了 有的弄破了 剩下三支 有一支就给德川家康拿了 那那是最有名的一支 这个日药碗 所以这个药变碗 这个碗我们来看看 它是不是也是宋代的 如果是宋代的 这国宝了啦 没做事的啦 好不好 喷射机先买一台啦 好不好 是 是 再来放大看 因为我问一下王大哥 你自己买的时候 会不会带灯去照啊 再放大进去看啊 我再放大进去买那个六十倍 这样一直看耶 好认真的学生 我才说有生 跟主要生日又有缸 那我才会买的 是 所以我哪有很多钱就买了 这正格 所以说我们在研究这个 很快就把一些烦恼的事都忘记了 对吧 对吧 我不是又拿刷子耶 我没说好了啦 你买多少钱 你不要再买我了啦 你不要再买了啦 你不要再买了 你不要再买了 真的 这是枕头耶 枕头啊 我枕头有差不多十个 天哪 十二岁 你买那么多 你有睡过吗 我都有睡过 怎么睡过啊 有什么睡不好 嗯 不知道 不知道就不能睡啊 来看 真的啊 今晚 你有空来开放吗 真的啊 糟糕了 来 先看一下喔 这个喔 这个碗喔 你给它看满天都是心 對啊 满天都是心 但是 但是你要知道 真正的这个 要变完 它的 它都是这样子的 大块的 它这么大一块 看起来很像那个星云 就是星空 宇宙里面那个星云 快一快的 那这个喔 基本上 它的反光还是用直线的 这个还是 还是吐豪丸 还是吐豪丸 是 可是这个结幼 感觉起来就 不像是 那个时候的柴咬 不是柴咬骚的 对 这个还是 你给它看这个开片 还有这个 右色的走向 这个 就绝对 不是柴咬骚的 我还有五个 五个 里面有一个是真的 你继续拿来 我还有五个 难怪你说太太可能会生气 这样子 我还有五种 五种的 大岁的五种 不是都这样 来 没关系 这个我们试试看 其实 秦老板研究这种东西 花的钱 是你的可能 上千倍 我常常一边看 眼泪就掉进去了 好 来 我们评估一下 今天这件宝物 来喔 来 见盞 八千元 了解 糟糕 更怕的是被骂 怎麼辦 你要多少 我那万几块 万几块 其实 其实万几块 你还等五百年 这可能价钱 二十万有 继续放 来 我们再来看看 接下来这两件 都会出现在房间里面 因为据说它是个枕头 这是枕头 枕头 以前人真的要睡这个 还真不容易 古早人睡的时候 尤其是中国人 绝对是睡硬枕头 好硬啊 没有人睡软的枕头 睡软的枕头 就是民国以后 大家就是说 不习惯了 是 其实 首先第一 因为中国人都是续髮 头发都很长 像你看 你从汗 糖 一直到送 那 男人 女人头发都很长 所以续髮 睡这种硬的 反而比较方便 你那个睡软的 那个头发乱七八糟 我们来说 有一个在擦的 对 它这样睡 水睡了 很厉害 睡得很厉害 结果我没有把他摸起来 我刚刚在摸摸的时候 霉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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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霉虎了很大 很困难 这样 做这个我们的霉虎了 那个已经包奸了 很厉害 很厉害 你还说我怎么睡 我也有睡过 你阿公的枕 又有名堂 你阿公的枕 以前叫做 不像一个茶而已 你自己说 什么叫做游仙枕 你知道 那个有灵气 那个倒下 寒一二三 他就睡了 这样啊 好 这个是一个枕头 而且你看这个瓷 这个火 这个造型和这个有幼 这是定谣 这定谣 对 定谣枕 定谣被写的白痴 然后它绘花 绘花 你看 还有一个 霉 这应该是 台霉 好 好 好 画得这样 黄大哥 你是不只一个 收藏一个枕头是不是 我枕头有差不多十个 不要 不要 你买那么多 我就想一项都给收 都给收拾 十个 这个五个碗嘛 我都备起来了 对不对 这个一个 那也几个 十个 十个枕头 天啊 你有睡过吗 我都睡过了 就睡过了 很痛啊 就没办法 头会痛 对不对 那时候买多少钱 这个也是一万多 也是一万多 这个我 有什么 有什么睡不好 知道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就不能睡了 来看 这有一个洞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这个洞 又不知道 这个你如果睡不好 六神五足 你就要去廟里 唱一个枪 唱料意喔 先摆一下 放在这里 真的啊 你再把它睡看看 我跟你讲 这个原来这个枕的 洞是在这里 要在这里 有什么你在睡的时候 气要跑出来啊 人家是在这里 在这里的 就是要放纖的 知道吗 这样喔 所以说 但是 我才相信啦 你这个睡 你睡不着啦 睡不着啦 太硬了 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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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不行 一样不行啦 来我们评估一下这个 枕头 好 请建价 一万三千元 超级 你买两万嘛 我这个还有 有贵而已 但是不是都这种 反正不公用 这个形字 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化工 两个字可以形容 为什么 草率 我就是说 古早的人就是这样 有一个 你要想 青春 要睡磁枕的人 那一定不是官 就是柜 那一般的农民 拿个石头就来睡了 还睡这个 你认为 农民会睡这个吗 对不对 你要卖得出去 非清极柜的话 那化这么糟 那谁要买啊 对不对 没有诗情话意嘛 这只做这个阿爸 就两千块下去了 算了 这只做这个阿爸 做这个阿爸 做这个阿爸 像是带其他的来 但是这有钱 这有钱 是 再来 我刚刚说 这两件都会在房间出现 这绝对不是 睡前要喝酒 这是拿来装 什么 这我是怎样 不是这个你知道吗 这就是因为 我媳妇前一个媳妇的 你不欢迎 不是 我没说 你说的 我前两个也是媳妇的 我没想到这个 我没说 我没说 所以你要把儿子灌醉 对 里面放酒是不是 还有一个枕头吗 你们两个没看到 现在 因为现在的时间 已经不够了 不够了 这样 我来说 我来说 买一个去古典就看 这不一定阿爸的 有什么 对啊 为什么 不是想说 买这个或是拿的 这不是吗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不是茶酒的茶茶吗 不是啊 这是什么 这不是 这鸟糊喔 这鸟糊喔 然后男生用的是不是 男生用 男用鸟糊喔 对 这样女生不能用 你有洗过吗 你有洗过吗 有洗过 有幾十遍耶 你有洗過嗎 我没法啦 我就是放在那裡 要给他生大宝的 你如果他用到他 拿来钢铁的 不良心了 有啊 有啊 第二天 第二天就生一大宝的 还有那个镜头 还有那个娃娃枕 有没有 两个我做一扁 你媳妇压力很大 没睡觉先去看到这个业虎 看到那个枕头 就跟他老公说要上班了 好 所以说嘛 观众朋友 如果缺男生的 你帮我做 来 来 来 你帮我做 免费出戒 娃娃枕 娃娃枕 我又想说 这个看看 試看看 真是的 第二天我媳妇说 有啊 我想说 真的很放心 要回来说新男生的 好厉害喔 好厉害喔 你是听谁说 說要放这个 我看到猪裡面有蛇 古書 古書裡面有蛇 有 求男得男啊 好厉害耶 因為我 我以前做小孩的时候 有沒有 我嫁別人要娶母 他就是叫我两个大宝去睡 滚床 你知道吗 去睡 睡一星期了 要有保安保安 結果都是新大宝的 是 是 厉害耶 真的有这个 有这个 买多少錢 這個 這個好像六七千塊 幾年前的六七千塊 這要過了 差不多十年了 我們大年 就已經國校三年級了 那那個 第二的大宝 現在才一年級 看不到 快十年 多少錢買得 這好像七千多塊 七千多塊錢 還有那顆 那顆比較多 那顆 娃娃整 那個娃娃看 娃娃 感覺很吉祥 好像一直 是 好 把你補起來 來 我現在分析給你聽 這個 跟這個 上廁所 有點關係 但是不是尿糊 不是尿糊 告訴你 這個為什麼不能當尿糊 為什麼 因為它的底比較小 你比比較小 你放在床上 容易倒掉 倒掉就糟糕了 這不是放在臉床的嗎 沒有啦 放在臉床 你就人 要用尿糊 要由臉床 拿起來用 你不說 拿起來用 對不對 你如果從臉床拿起來 它的尿 它的尿比較大 底比較看 像這種底 你知道嗎 不會噴噹 你這個倒了 我就賣掉了 這不是這樣 這樣做 沒有啦 沒有衛生 你拜託一下 不是這樣嗎 那尿 尿比較看 男生女生都可以用 你知道嗎 再來這個底 就很穩 所以你想要上洗手間 你拿起來 放在床上 用完了再放下去 所以底絕對不會那麼 底要是這樣 你容就倒了 倒了 那這是什麼呢 這個是人家 毛側前面的 進水壺 進水壺 裡面放水 洗手 以前沒有自來水 你要洗手 要怎麼洗手呢 人家水給你頂好了 你扁手出來 自己這樣 沒有 我們都沒有洗手 等一下這要跟我握手 不是 有的 人家有的客棧 是 客棧為了人家衛生 人家都在便租旁邊 都放這個 這不行耶 這叫進手壺 這樣喔 拿來 好 手洗手 好 來 這個來 手洗手 來 要有一個毛巾 洗一下 這樣喔 這不是尿壺啦 誤會大了 誤會大了 用那個開水有沒有 灌進去 蕭豆 一直洗 洗幾十次 這樣包起來放這樣 我比較好奇 你這樣放在你兒子房間 他們都沒有怨言 不是...這個 我自己放在我的房間 他們不可能給你放這個 不是 我是自己放在人家 把每天晚上跟他酒 三不再高 我自己把它酒 有先則禮 對不對 你只要有誠意 要生男就生男 又生女就生女 我就是... 每天唸... 每天唸就求到了 所以這個唸力 這個唸力很重要 有一個有一個師傅 經過一個鑽車說看 他讓他們家店面放紅鑽 紅鑽 然後就起說 老闆先生 我看你們這裡 沒什麼一樣 出賣上是紅鑽 你有在想像他說 我沒什麼 不然你沒什麼都念什麼 他說 黑媽你白鑽牛 對啦 他說每天都念黑媽你白鑽牛 唸到... 他說你... 那個子唸不對 應該叫做 他唸那個黑媽你白鑽後 那個紅鑽全都沒有 所以孩子如果生出來 十八歲這樣就好了 對 因為反正他就這樣想 所以念頭是好的 我就想你想... 對啊 沉了...對不對 來 所以這麼靈驗的 跟我生兩個就沒有了 靜水壺 靜水壺 今天照樣幫他証明 我們也幫他評估看看好不好 來 拿起來 要慎重一點 是 慎重一點 來 請請請 來 靜頭裡面 他說要找這個環境很少 我不知道怎麼把它抹下去 這是一個精工 那你要上出這個網路來 是不是很難 畫也畫不出來 只要這一點可以就可以 就好 今晚... 你有空... 來開放嗎 今晚... 你有空來開放嗎 我們都在挑Java大神APP 一起開放插花胖胖湖 等你喔 要慎重一點 要慎重一點 是 慎重一點 來 來 請請請 一萬五千元 這要來 還不錯... 這請這麼多人 我們來看一下什麼叫做 你在說的那個虎子 虎子 虎子 就是像這樣 對 它裡面有四平八穩 叫做倒楣 這也是有提供 燙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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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燙 沒有人要出燙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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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久了 還比較久 這很久 多久 差不多是十萬年 十幾年前 多少錢 多少錢買的 這兩萬 這個最貴 兩萬 為什麼這麼貴 因為這我看大陸的健保裡面 他說要吃這麼多的環境 很少的 我不知道 剛才買下去 那你知道它的名稱嗎 這是什麼 腳胎丸 腳胎丸 所以你在台灣找到的 對啊 在台灣的古董店 找到的 找到兩萬元 它開價很高 我一直講一下 殺到兩萬元才跟他們買 是 所以殺到兩萬 他說不行了 我說 我看健保的時候 這麼完整的沒有 我說好 兩萬就兩萬 那老闆賣你的時候 有沒有講朝代 他是說那個 好像是唐代的 唐代的 他有印一張紙給我 是 是 這個碗 這個碗就是 仿石紋碗 仿石紋碗 就是石頭的紋路 這個這個石紋碗 原來它是一個石碗 焦頭去抹出來 但是他現在用火燒出來 這兩個不一樣 這個石紋碗在過去 這是一個金工 就是打一塊石頭 把它這樣磨磨磨磨磨成一個碗 旁邊這樣燒 所以他就有原來的石紋 這很漂亮 這算是一種藝術 但是你這個碗不是石頭的 是用火燒出來 如果要燒這個也很困難 因為像這個紋路 這紋路是石頭紋 對不對 那你要燒住這個紋路來 是不是很難 劃也劃不出來 所以他應該怎麼辦 不然會撿 撿 撿 撿出來 我告訴你 這是怎麼做出來 這個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有一個 柚的一個盤子 就洗臉盆一样 然后我把这个纹路的膜 把它放上去 它慢慢融化以后 就浮在水面上 我拿这个 这样子浸下去 拿起来 就沸起来 这样啊 然后这边 这边就是 好 又这样沸起来 沸起来 拿起来就变成这样 这样啊 不是这样 你把它叠出来了 没有 没有那些事情 这是酒头的纹 这个纹的方式是磨出来的 但是你这个是硬上去的 这硬上去的 这个标准的咖啡 拷贝法 你看放上去 而且我给你大量生产 你看很快 水面嘛 你看 把它弄到它就 就起来了 这样就起来 黏好了 这边黏好了 它烧就变成这样 粗粗看起来 它是石头的碗 它事实上是尾 所以说这个 应该是讲说是 现代造的石碗 现在造的石碗 那今天就最后一件 赶紧帮您评估一下来 我们请 评估一下 来 剪刀 两千 两千 这个真的我就要被骂 我说真的 就差这个喔 差一个零 而且很多年前就 其实这个制造还很简单 并不难 不过不会 回家不会吵架吧 不会啦 你说 我想了这么多件 只有这件可以就可以了 就好了 结果没想到 就是这件可以 因为这件帮您 这件最差 这件最差 没关系 这女朋友这有吃了 买不到好不好 今天谢谢 黄大哥来跟我们分享了 谢谢 谢谢 谢谢